會長你之前在加拿大讀書 是的 我以前讀Bording School 那些技術學校 那很Free Free很好玩的 因為沒有人來的 沒有人來的 沒有人來的 你說到技術學校 這裡你聽過技術家庭嗎 即是Homestay Homestay 加拿大英國很多 那邊很流行 但原來馬來西亞都有技術家庭 馬來西亞都有 馬拉人開的 不是馬拉人開的 還要是華人開的 還要是香港人開 這麼特別 厲害 最近我們發誓了 這個技術家庭 我覺得這很特別 很少人做的 很大責任 很大責任 小朋友 在家裡 所以我們今天去 約了這個技術家庭 我也有興趣知道 如何運作 他們居住在你的區 Sahara Sahara OK 那區 很多大屋 很多大屋 很便宜 很便宜 很棒 我們今天去家房 去探訪一下 坐一下 她兩夫妻很便宜 兩夫妻都很便宜 兩夫妻都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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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去看香港 好 我們馬上去 好 我們是中間這間了 喂 你好 Coco 你好 你好 嘩 一入住房子 感覺到很溫 很舒服 真的很有家的感覺 還有泳池 真的好運 Coco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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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HELLO,HELLO 今天來到這裡我們想去看參觀一下你們的地方 OK 同時就想了解一下為什麼你們會在馬來西亞做這個寄宿家庭 因為其實我們在香港是做教育的 其實是開Faybook 為什麼我們是慣慣的呢 外圍那間學校 你知道我們對教育有要求 在香港認識了一個 Head of Education 從芬蘭 他很喜歡芬蘭式那種教育 所以我就問他 可以介紹一間給我們 他就介紹了一間在華萊西亞 就是我們現在的女兒 給了這一間 所以四年前我第一次來華萊西亞 KL 真的從來未來 其實是害怕的 因為未來過 其實沒有人考過 我以為我們就飛了來 但來到後 覺得挺舒服 展開了 我們就連連過來 為什麼呢 我們很想開一間學校 但是開之前要做些市場 我們就說 不如帶學生來 讓他們去試試真實在上學 其實當初我們一個禮拜 因為教授說一個禮拜不夠 我們很喜歡這個禮拜 第二年就兩星期 後期有幾個月 過幾年 其實就不停帶很多學生來 他們的feedback 給我們都是很好 但是只可惜 一直在香港 都是很難才真的要開到 因為太多 太多個酒 但我們就來一下 其實在這裡住 都挺容易適應 很舒服 很舒服 很容易吃東西 又可以 又找到一間我們很喜歡的 所以當女生中 我們兩個就聊聊一下 就算了 不如就搬過來 我照顧了很多學生 甚至是 爸爸媽媽 真的是 這是全職工作 可以這樣做 24小時 吃的你包的 是 住的你包的 行李也包的 是 他們現在平均 什麼水素 最小 十一 十一至十七 十一至十七 是 那有沒有說最小的 其實我們沒有說 我們七歲都瘦 是 這個是我管理廠 但是我管理廠 跟他們住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管理廠 就是看著他們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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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做管理廠 都不錯 多些 就是多些人 那時候就多一個 現在暫時是一大一九 那是什麼 什麼的 requirement 其實是老師 是啊 是老師 因為是婦胎 會看著那些小朋友 所以請到那些老師 我們的 role 就是被director的身份 知道是媽媽 爸爸的身份 但是他們 就是會看著他 就是有時候做功課 House master 這條樓梯都闊到 這條樓梯可以 可以四個人一起 打橫走上去 哈哈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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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譬如可以在這裡 看看電視 打電視 玩飛機 玩飛機 大家聽聽聽 你為什麼會選這區 學校 看著我的學校 哦 不知道十分鐘 譬如說我們在外面的活動 除了游泳 出去外面 會不會可以打球 其實National Stadium 已經在這裡附近了 要去看球廳 要去看球廳 對 這裡四張床 這裡的床是特別製作的 因為我自己地步的時候 最討厭的是我這張床 這個折了十吋 是給腰骨 真的不要緊 這些我們有好舒服 睡得好不好 有狗 看見 都是你自己的 Hello 還有櫃桶放下面 他也可以放在這些床 這裏是藍洗衣捨社 因為現在收到補髮 所以兩間房 三男三女 那總共有多少間房 這裏都四個 九間 但是你總共可以入到多少個學生 我總共有二十個 每間房他自己都有自己的洗手間 好 都很整齊 四個人share一個洗手間 我多知整層樓幾十人 幾十人share一個洗手間 有洗手間 嘩 還好豪華 這個廁所已經比香港的房間大 好 我們現在上三樓了 Gym Room 真的要做運動 你是時候了 會長 要做小運動 看著這個景色 運動很棒 很棒 很棒 這裏一定比馬來西亞正常的寄宿級校的環境 這裏就是他們的時間簿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不相信 你太多東西寫出來 你大概在這些時間知道就行了 自己要比較 對 因為我們很鼓勵小朋友的自主能力 我們來到Canada 看到他們放學的活動 表會在 嘩 很多 很多的 很多的 他們都很喜歡 嘩 很多活動 Dodgeball 這真的在外國才玩 對 而且這個老師 是剛才呢 是剛才的 是剛才的 這是一個假期 但是有很久 去回香港 所以我們就決定 我們整個家人 一起出去 去帶什麼 去帶走 看到我們整個房間的設計 你看到我們 在那邊是很少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在那裏 做一些教育 所以 例如跳舞班 畫畫班 隨時可以跳動 直到我們自己又很喜歡煮食 誰會煮食 因為 這個是LIFE SEAL 對 來到這裡 一定要做LIFE SEAL 一定要做LIFE SEAL 對 其實很簡單 很多東西要煮 對 他們一起煮 你們煮完輪流洗碗 很美味 他們自己會問 今天才是幾 你我 對 一至入 早餐自己煮 對 早上早上 其實我們的BREAKFAST 就要給他們 然後LUNCH 就會回到下午吃 但是晚上就會回來 但是晚上我們就請了一個 就是Special Chef 簡直是外面 我一天來的 我這麼棒 簡直是中餐 為什麼我們的BREAKFAST 其實跟很多學校有些不同 嗯 因為我們兩個 就是在BREAKFAST 上長大 所以好與不好 其實我們很清楚 哪些地方是怎樣 我們就很想做到 好像真的 她回來是一個家 就不是來到一個學校的BREAKFAST 我們有一個Family Rules 其實呢 我們其實最重要是一個Family Rules 因為Family Rules 也叫你Be Fential Be Happy 那些 其實這個是No.1 就是你當所有的技術學生 都是你十幾屆 其實是 我當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都說了幾屆 他們都說了幾屆 對 哈哈 Forgive Others 你每次都放下 那些可以 是啊 這個都可以的 這個真的 很高興地可以聽他們的分享 我又獎知識 知道馬來西亞原來有Homestay 有這麼舒服的Homestay 超豪華 超豪華 我都想馬上拍照 對 自己都想來 是啊 是啊 真的很感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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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朋友 對這個 寄宿家庭 或者是原副校的資料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在Facebook message 記得留言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芬蘭式教育 就是一個開心學習的環境 但現在很多家長會誤解 一邊玩一邊學習 其實就等於學不到 那芬蘭呢 其實就有個特色 如果大家知道 譬如這個世界有一個叫做 PISA的組織 那它是衡量去看看 世界各地的學習 Education 然後去Rank 每一個國家 那芬蘭和香港 其實都是很高的位置 因為它們都是 學習學習學習 英文 學習學習 這些區域都是很高分 但是最大的分別 就是芬蘭的小朋友 只需要花5-6個小時學 他們已經是成績 但是香港的小朋友 就是花完很多個小時學 再補很多個小時 集 分分鐘12個小時 回學 學習 才能夠做到這個成績 所以我們最簡單 就是芬蘭式教育 就是一個很efficient 又可以很開心 讓他們在這裡玩 那玩什麼呢 就是一路 比如一家 我給你一句文章 你要背 那香港就是死背 背墨 但可能芬蘭 就將它變成一首歌 或者我們甚至叫人 插著來唱 那你在這裡唱 其實已經背了整篇 而那個就是背背背 背墨 其實第二天已經不記得 這個其實一直都會記得 其實就是這一種的分別 其實就是教學模式分別 其實就是教學模式分別 你身體會不會參與 超級包括 神經病 医師